加拿大一般的那些巴士是不塞車的 尤其是在那些小城市 那我主要的城市就叫做Missasaka 那在我們香港人的眼中就會覺得很小 但是在加拿大已經是叫做一個大城市來的了 有差不多九十萬的人口 因為我選的那些appointment 我盡量是選遲些的 不要那麼早的 所以就不是在那個繁忙時間 好像是現在的巴士 又是只有我一個人 我現在就坐在巴士裡面 因為巴士還有六七分鐘才開 那巴士司機就去了洗手間 只有我一個人在巴士裡面 平時我離開的這間巴士站 的一間越南人開的bacery shop 麵包店呢 我經常都來那裡買那個 samoza的 但是今天沒有啊 我還以為今天的時間會完美 那樣呢 唯有買一杯咖啡啦 現在開始好凍了 你看到我的臉都凍了 變得太紅了 那樣呢 就買了一個cossan 因為它沒有那個samoza 其實這個samoza很漂亮很漂亮的 大約就是好像兩元一個 但是如果你去那些 印度人開的那些 就譬如你五元三個 五元四個 看看你哪一間 但是這間呢 雖然它是差不多兩元一個 但是做得真的不錯 有幾好的 還有那些香味呢 不是那麼印度化 那我挺喜歡的 那印度那些店那些做得很好 不過可惜呢 就是來這裡很遠的 要去我碰巧的時候 才可以去買到 像今天不經過那裡 就是來這裡買 怎知道真的失望了 沒得買 那喝咖啡啦 吃麵包啦 你看一下 在地鐵總集裡面呢 有很多八甲呢 都進來這裡 保暖 看看有沒有人給點東西吃 這個近住 實體見到 有時候呢 會有些人吃剩些東西 那他就可以進去拿咯 好冷啊 現在呢 比我剛才之後還出來更冷 因為為什麼呢 剛才出來之後做呢 是沒有風的 但是現在很大風 你看一下 我臉都變得剛剛 未必見到 喝咖啡就已經紅了 已經 真是很冷啊 所以我不是跟你說呢 有風的話 是很冷很冷很冷的 現在呢 我就來了 新旺角廣場 New Kennedy Square 那這裡呢 就是其中一部分的 商場 有很多很多餐廳 餐館 餐館 在這裡的 今天呢 就是零下八度 但是因為沒有風 很舒服 很舒服 一點都不冷 這裡中間呢 又是新旺角廣場 裡面其中一個 有很多吃東西的地方 很多很多餐廳 這樣呢 它呢 主要那個 商場呢 就是這裡 就是我右手邊 這裡 見到紅色這裡 這裡裡面呢 就是一個大的商場 新旺角商場 裡面呢 有Food Court 有一間大的酒樓 很多其他零售店 我今天有Appointment 所謂來早了 我一向都準時 還會早一點的 免得趕快 是嗎 打算去一間茶餐廳的 但是呢 全部爆炮 現在呢 重新開放 第三階段 可以堂食了 但是呢 每間餐廳呢 只可以給50% 不過我去過很多 不同的地方 看到那些餐廳呢 他們很多都不理了 有些給70% 80%都有的 沒辦法 因為人家都做生意的 大哥 你這些疫情 這樣搞法 這樣落單法 搞到個個都 雞毛鴨血 本來想來這一間的 怎知道呢 爆炮了 免得了 那就下次先吧 這間餐廳呢 好小的 只有16張桌 各位 沒什麼裝修的 你看一下 很簡單的 正式的那些 典型茶餐廳 在那個 加拿大 大家見不見到啊 加上我呢 一共三台客人 難道真的好像我朋友所說 這裡的東西 一般的 但是我真的沒辦法 我不想等那幾間 排隊排到這樣的樣子 這樣呢 來試一下吧 叫了個 焗豬扒飯 那它呢 就 包一個湯 一杯茶 那這個就是羅宋湯 它有中式麗湯今天 但是我可以羅宋湯 這個呢 就是我的羅宋湯 味道呢 嗯 怎麼說呢 OK啦 我嫌它有一點點淡了一點點 但是呢 OK啦 OK啦 都是有很多 很濃的菜的味道 因為我不想排隊等那幾間餐廳 是不是很佩服啊 有個冒險精神 有幾個朋友都跟我說 這間外馬地的 但是呢 我來喝住 來試一下吧 今天 反正我晚上又要吃飯 如果不吃就不吃 那親身看一下 有些人說 沒有好好的餐廳 那樣 那個餐廳呢 就 OK啦 60日左右 嘩 這裡的 餐上得很快 你看看 我碗湯都沒有喝完 這裡焗了 洋蔥豬扒飯 這麼快上來 難怪我朋友說 這裡 一般的 快的 大佬 焗豬扒飯 你起碼要很久 就是證明煮定了很久 試一下吧 反正我都知道的了 因為懶人不想排隊 沒有辦法 其他幾間 我都要排45分鐘 無謂 因為我另外的appointment 就是大約三點半的 那現在都兩點了 我排45分鐘 急急腳去吃一頓 我不喜歡的 我吃東西 一定要慢慢坐在那裡 舒舒服服 千萬不要趕 就好像人家香港也說 喝杯茶 坐下 吃個包 為什麼這麼急趕啊 大哥 另外一句 那些很流行的話 都說 辛苦找你 自在吃 你說得這麼急 還什麼啊 剛剛呢 試了這個 焗洋蔥豬扒飯 味道的汁 反而挺好的 不太酸不太甜 但是這個豬扒呢 我剛剛咬第一塊 剛剛是邊緣的 是很硬的 是肥膏來的 我去其他所有的 都沒有這樣的情形 出現 全部都是瘦肉 而且那個炸的豬扒呢 炸得不是很脆的 所以這麼快出來 一定是放了一會兒 再放了一會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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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 老闆娘說呢 因為剛剛開番 很多人都不敢出來吃 所以呢 加起來只有三桌 但是其他老闆娘 全部都爆了 它的味道OK 但是那個 豬扒呢 一般 就是要我給60分 評價呢 就不是說很好 又不是說差到 像我朋友說 吃落口 50-60分 但是每個人的口味不一樣的 是不是 那麼連個老闆娘都說 哎呀 媽媽啊 他都知道自己知道 但是不是說差到 吃不下口 不過呢 我去過很多很多間的餐廳的 焗洋蔥豬扒飯呢 就好過這裡 起碼豬扒呢 很脆的 芝士很香 或者沒有芝士都很好吃的 這個真的不錯 這個真的不錯 就是 普一般 真是 但是這個 炸豬扒裡面的那個 就很差 這個豬扒是有骨的 邊那邊是肥肉 皮筋 這樣呢 我的評價就是 我吃過這麼多間呢 這間呢就是 敬佩抹座 因為它炸得真是不脆 比那個皮肉 還是感覺有些粉 雖然說是很 一般的一份餐 但是呢 起碼解決了我要吃東西的問題 因為呢 我登監的三年半有約會 我沒辦法等其他的餐廳 那幾間整四十五分鐘 我到時 撿過十兩分鐘吃 很不一樣 是不是 怎麼都好過你去吃那些 外國人的那些 快餐店的那些東西 起碼這裡 這間真的很像我朋友說 是 一般一般一般 阿姐好啊 麻煩你給我 我吃到現在呢 我都不吃了 因為那個豬扒呢 不能脆 吃到一些粉的味道 有帶骨 一般的 我包一杯奶茶 一個湯 一個主題 那他奶茶都很好 他都 下單時都問我 想現在喝 還是等一下喝 還是先吃完飯 那我說我先吃完飯 那就去到幾好 好養 好開心啊 為什麼呢 因為今天中式 終於開了 可以出來唐吃了 感覺好開心 好開心 感覺比吃的更加好 就是很小 就是這個小餐廳 老闆娘 這裏全部靠熟客 剛才我幾個客人在馬上聊天 他們真的熟客 整天來 差不多天天來 那說不定客人 問一問 他這裏最厲害的 是給你送 或者我變得太大路了 所以慢慢來 這個老闆娘 就吃了餐館 然後就跟我說 你不吃了 你買單了 喂 這杯奶茶都喝完 喝完先 不要那麼急 喝完了 那單都買了 12.45 一份餐 是這樣的 現在全部疫情時候 全部百物都漲價 以前的8.99 9.99 一份餐全部沒有 全部都是要12元的 連稅 已經算是公道的 我那個城市 至少15元 是不 還沒計算的 小費 吃完了這個 很快的午餐 還有些時間 那我們就進去了新旺角 商場看看 順便買些零食 好了 我一吃完了 我現在要上路了 要去幾個 appointment 今晚還要吃晚飯 等下就拍些其他東西給大家看 等下見 好了 吃完了那個很快的午餐 慢慢的 那立刻就出來了 跟著就帶大家去看一下那個 西旺角廣場 因為我今晚的 appointment 就是裡面的那間大酒樓裡面的 剛才那個家明記 茶餐廳 雖然那些東西是慢慢的 但是老闆娘和那裏的那裏的服務 就很熱情 超乎很好 怎麼說呢 每個人的口味不一樣 但是我覺得 焗豬扒飯 真的好一般 50多分左右 來了新旺角廣場 你看看 這裡有些人排隊 排得多厲害 在這買那個 老美 燒蠟 其他地方排到那條行 你看看厲害不厲害 不過燒蠟真的很好吃 我也很喜歡吃 今天也算是挺多人 因為過年 很多人還在這買年貨 裝飾那些東西 我也買了很多輝春 登家呢 我先再來再買 再買多些輝春先 剛剛那些日間 很多很多可以選 雖然現在呢 可以是給吃東西了 糖吃 但是餐廳還沒開 如果他開了餐廳 剛才我呢 已經來餐廳吃 吃那個燒蠟老美 算了 你看一條LINE 還在那排緊 很厲害 厲害了 過年就快到了 那些人每個都在那裡買那些 花 年花 都買得不得了 都對的 過年一定要喜喜揚揚 剛才去買了些年貨 再加些 我家裡有了 但是呢 再加些買 怎麼知道大部分買光 老闆娘說呢 今年不知道做什麼 不誇張 全部都買光 那些人困了太久了 那就好啦 生意興隆 希望大家都旺 這裏呢 就是那個 蒂寶明營的大帝堂 可以擺到 五十位左右 是分開了很多間房 今天 那些人 是分開了